这边是挺舒服的 因为我们会看到南边的景 是很开放的 你会看到这边是南边 即是Richmond 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温哥华专业地产顾问Pen Siyang 今天我来到温哥华西区 大家很喜欢的Marple区 因为它是属于西区 学校的校区都非常好 是Churchill Secondary 如果真的要去Richmond 也很方便 可能只是5-10分钟的车程 我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 这个有9个Town Homes的complex 叫Artisia 它现在卖剩下两个单位 就是后排的C-Plan 今天我会展示给大家 它的show home是Plan A 大家可以进去看看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看看 我们现在在French Street 大家可以看看周边的环境 所以你会看到主要是Single House 亦有很多树 这边其实很幽静很舒服 现在进来这里就是主层 即是客厅、饭厅和厨房都会在这一层 亦都是Main Door进来的 你会看到它现在Stage了 放了一些傢俬 其实一个小家庭就很完美了 电视机或者你可以放在这里也可以 那边也可以 那边有个大窗 可以看着街道那边的景 过来这里就是一个Dining Area 你看到它是四人桌 我觉得如果你要再大一点 整个长方形都可以的 可能可以配合到六个人 到我来这边就是厨房 你会看到它有一个L-Shape L-Shape当然 升盘它就尽量放在窗口位 就更光亮一点 你洗碗可以看着外面 它所有电器都是用了MILLA的牌子 包括洗碗机 还有四头明火煮食露 然后有个抽油烟机 现在它还没装好 它还没建好 所以试不出力给大家看 你看到它的Back Splash 其实它也是用了一些特别的材料 不是一块过的材料 是比较特别的 当然煮食楼下面 就是有个Oven 它也尽量利用空间 去做一些Cabinet 给大家去装东西 即是楼头旁边 它也有个Lazy Susan 可以给你放锅的 然后旁边这些 它也不浪费的 它也尽量利用这些位置 你可以放下筷子 锅铁等等 所以这个冰箱 开的Pandle就比较特别 我觉得Size不是很大 因为它始终不是Single House 所以它用不是Full Size 它的格子都 一般 但它Target是小家庭的话 我想都OK的 还有一个地方 它做了一个柜 就是这里 你可以当是一个Pantry 这样放多些干货 它也尽量开了一些空间给大家 这扇门就是出去的Bagyard 因为它正在做In Construction 有点吵 我们就唯有在这个镜头 这个玻璃里 拍给大家看看它外面的Size 你也可以在这里看到Plan C的后院 这个主层差不多讲完 还有这个Powder Room 它也很贴心 因为如果不整个Powder Room 你去洗手间就要去上面一定 它这个Powder Room 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 有个细晶 有个厕所 升盘下底 还有个柜可以放东西 我带大家去看门口 有个closet位置 我们就可以上去 给大家看看那些Bagroom 门口后面这里 其实它有个位置 是给你掛衣服和摆鞋的 好 我们现在上去二楼看看 上到楼上这里 其实就会有两间睡房 应该是主要给小朋友睡 因为最高那层 就是一个Master Bedroom 这里这个房 其实可以放到Queen Size Bag 然后旁边这里 前面这里 还有另外那边 都会有些空间 给你可以走下 或者摆下那个梳妆桌 而它这个closet 它用了sliding door 它所有door都是伸展的 就省位一点 不用凸凸出来 寸物空间都OK的 都算深的 然后它这一层 其实只有一个洗手间 是一个full bath 但我也很喜欢它的设计 因为它是一个 我们叫做Jack and Jill 两间房间 粘在一个中间的洗手间 这样就会双通的 如果有两个siblings的话 可以大家share这个洗手间 它也很好 它这个sharing bathroom 是有两个星盘 大家不用争用星盘 它这个洗手间的设计 这边有一个storage位 可以放在毛巾 这样有些位置 再过来这边 就是有一个bath tub 然后shower 就会一起在这边 它也是用sliding door 起码两边都没那么浪费 来到这边 另外一间房 这间房就比较小一点 明显地 你看到它用了single bag 放在一个桌头 所以这边通道会较阔一点 可以放在梳妆桌 甚至放在一张小小的书桌 在刚刚好有个位置 然后它有个衣柜在这里 它有starting door两边 这边closet 也是比旁边的房间小的 我们从第二屋楼走出来 可以给大家看看它的hawed 这里是楼梯走上来的位置 其实走上来这里 是有个stack up的full size washer and dryer 而另外一边这里 其实是上去三楼 上去三楼 这里也有个櫃 它就放了一个 in-door unit的aircon 这个屋院全部都有冷气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上去三楼 看看它的master bedroom 和它的balcony 上到这一层 整层都是主人房加它的套匙 它的size 你看到它放了queen size bag 其实旁边还有很多位置 你可以放了king size bag 而前面也有很多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间的size 算是挺好的 它的closet就会放在这里 它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两个人住的房间 closet就可能不太够用 我自己就觉得 是差一点的 你会看到它这里 最高的一层 它的屋楼就比刚才的两间屋楼 的屋楼 所以感觉也很舒服 进来我们这里有个主人房套匙 下面有两个星 这里一定是有两个星 然后进来是光猛的 因为它继续有一个high屋楼 然后它这里的窗就很大 加上它的弧形设计 感觉挺特别的 虽然它向东 但是因为它会有blind 现在只是未装好 但你可以开了之后 是多么光猛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toilet 加上旁边它就是没有bath tub 它只有一只shower 有个full size shower 这一层除了主人房之外 还有套匙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balcony 其实在哪里看到呢 就是上楼梯的时候 这里也有一块大玻璃 那你就可以透亮的光 看到的balcony的景 以及整条楼梯都会光亮一点 这个balcony其实 都是其中一个卖点 因为站到这么高看的景 这边是挺舒服的 因为我们会看到南边的景 是很开放的 你会看到这边是南边 即是Richmond 这里你会看到好像很危险 其实不是的 它还没安装 其实会有个glass railing 有扶手在这里 就会安全很多 这个位置最好就是摆桌子 可能真的有时候 星期间喝咖啡 晚上可以看看星星 这个位置是挺好的 加上它旁边这里 它也没有浪费位 因为这里是层层下底 它就开了位置 你可以做storage 摆一下东西 我们现在三层都介绍了 还有一层其实就是泊车 因为这个算是townhomes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garage 就是一个underground parking 我也可以展示给大家 看看它这个车位是怎样的 这条楼梯 就是你平时停车回家的 一下来 其实已经是这个单位的车位了 它每个单位都是包一个车位 就是这个位置 Gate就没有了 它本来说是有一个upgrade 但它没有做 Hotwater tank就会在旁边 供热水给这个单位 你会看到冷气机 你会看到一个unit在这里 就是因为它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独立的冷气 就不是centralized aircon 有些人担心COVID就不需要怕的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的 而且它每个车位都是安装了一个 EV charger 即是如果你駕駛电车 就可以利用这个配置 平时泊车在哪里出来呢 就是在后面的back lane 它有个门的入口 就是那里统一进来 然后每个单位都会在这里泊车的了 而每一个单位都包一个storage storage for plan A 就会是我介绍 如果plan C还没卖 那单位 其实就会在它自己的unit下面 就可以拍一拍给大家看 因为它现在在这里装修 所以都暖暖的 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它这个是plan C 这里进来 其实这个storage 会在它自己的unit下面 那就比较方便 而它又有baseboard heating 所以其实可能你当这个 是一个dent 或者一个office 都是ok的 那我现在就可以 show 给大家看一下 plan A的storage 会是分开了 它就会统一在这一边 虽然是分开了 但是它本身它的size 和它都很private的 每一个unit有一道门 就是lock住你的storage room 都挺大的 这边可以 show给大家看一下 它finish了的storage room 是怎样的 其实它不会像其他那些 是一个雙铁龙或者木龙的 它是一个直接的房间 有了electric baseboard 真的可以当房 刚才发展商介绍的时候 都讲笑话 万一如果两夫妻真是吵架 我想如果老公想在这里 quiet time 或者老婆不想见到老公 都可以叫他们过来 这边休息一晚 现在在storage room 走出来的parking 还有一个位置 是给大家用的 这个房间 将来变成一个bike room bike room之外 它还有electrical outlet 给你可以充电的scooter 如果有需要 你会看到这个房间 只有9个unit 它就给一个这么大的area 做bike storage 即是预计大家 可以在这边 买多些单车放在这里 出去运动一下 跟大家看完示范单位 现在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site plan 其实我刚才站在前面的a plan 是facing french street 现在只剩下两个单位 就是后面的2个plan c 其实plan a是大约1300尺 而c plan就是1360尺 所以c plan是大一点 而且它的living area 和kitchen中间有几级楼梯 即是living area 那里会是high ceiling 而且我compare过两个plan 其实plan c中间那层 两个房间是比plan a 但是为何plan c还未卖呢 我估计就是因为 其实plan a它前面的yard 是大一点 而且它的front door 是facing french street instead of 望着那个back lane 那现在plan c的开价 是139万9 所以如果大家 想去温哥华西区marple 找一个全新的town house 有冷气 亦都是churchill中学的校区 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看完unit的资料 不如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周边的情况 和学校的校区 刚刚我现在进去back lane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这里的屋苑 的parking是哪里进去的 其实住在这里很方便 可以说是旺中大静 你就住在小街上 如果你要去买菜 吃东西 你出回到grantford街 一转个弯就到 甚至乎 如果不想开车 走路 完全没问题 你走出这条街 你就见到应有尽有 一出去 有银行 有食肆 甚至乎买菜 走前面 便会有一间saveway 如果你不喜欢去saveway 你想去买Chinese food 其实继续走这条街 过桥 银行5-10分钟 去到richmond 就什么菜 你都可以买到 介绍完周边的配套给大家 等我又拍一拍中学和小学给大家看 这间屋的校区就是churchill secondary 亦有IB program 如果你由这间屋出发 银行4-5分钟便会到 现在大家可以看看中学周边的环境 看完中学了 其实小学的校区就是David Lloyd George Elementary 银行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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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介绍 如果是就click like button 亦都可以留言分享下你的看法 最重要是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小银行 下次就可以收看我的新片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